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大家好 我叫张伟 我今年32岁 我来自山西 我的职业是一名茶医师 茶医师 我今天给大家泡的是一款普尔茶 普尔熟茶 普尔熟茶 这是他的职业 一个美女茶医师 我们先尝尝他的茶吧 好不好 来 请茶 谢谢了 先给长辈 谢谢 来 请茶 先给女士 谢谢 来 我自己喝一杯 请茶 熟普尔很香 四杯茶已经喝了 但是大家可能还猜不到 我们的挑战者 他的挑战项目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的三位评委 和我们的观众 一起到场外去见证挑战者 张伟的挑战项目 好 让我们用掌声和我们的尖叫声 有请我们的挑战者进入挑战现场 他穿旗袍出来的时候很明确就是个茶医师 万一茶的时候 他滔滔不绝 结果里面真的没想到他能够会换上一身那个赛车服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挑战项目就是张伟要驾车穿越三道门 但是这么看起来 这个穿门而过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 几乎我们都能做到 我会 对对对我也会 所以我想难度肯定不在于这儿 那么究竟难度是什么 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揭晓 但是在这儿我想问一下 张伟有没有可能在车上多坐一个人 然后你用稍后你挑战的这个驾驶方式来试一下 让我们其中的哪一位评委感受一下 可以可以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想掌声有请周华健评委 周华健评委给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来 华健评委 去好安全带 一定一定一定 然后千万不要随意晃动身体 不会不会 可以呼吸吗 可以 但我估计待会儿有那么一瞬间 您可能会忘了呼吸 好 交给你了 我们掌声送给具有挑战精神的周华健评委 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体验张伟的不一样的驾驶呢 我们拭目以待 老师你准备好我准备走啦 我准备好了来 好 我已经启动了 没事 没事 华健评委 您出个声啊 华健评委 你还在吗 看到没有 刚刚不是到了吗 还有差一圈吗 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怎么回到四个轮的状态 对啊 哇 哼 老师你装好我准备下了啊 好 好 准备 其实我还想要装那个铁汉 一翻起来嘛 下一大套 我是瘫软的 快看一下 花见评委 已经 已经摊倒在车内 欢迎你回到地球 我在哪里 桌下 你降落在地球上了 欢迎你回来 让个掌声欢迎反航的女航员 我真的走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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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感觉啊 有一瞬间我觉得车子要翻过去了 我的感觉是我人影贴着地的 所以这个不容易的挑战 挑战规则 查艺师张伟将驾驶SUV汽车进行测两轮行驶 连续通过宽度依次为3米 2.9米 以及2.8米的三道窄门 车体与窄门不得有任何接触 在测两轮行驶过程中 车体的水平最宽处将维持在2.6米上下 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它的基础是很吓人的 一个这样子很细微的角度就开始在走 与普通轿车相比 SUV汽车的自重大 底盘高 在进行测两轮行驶时需要更大动力 将产生较为剧烈的晃动 而较真男车手 女查艺师张伟更需要跨越力量的难关 这项挑战将无疑是对他的汽车驾驶综合能力 控制平衡的能力 以及能否保持绝对稳定心理状态的一次极致考验 准备好了 挑战者 第一次挑战 第一次挑战 开始 开始 好的 我们看到它出发了 加速 好的 起来了 之前我们看过的都是用小轿车做侧两轮的特技行驶 而SUV由于本身特殊的结构 在侧两轮行驶的时候相比难度要大得多 虽然有些摇晃 但是我们看到张伟还在不停地进行调整 爬到与汽车特技 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样的 都需要以一个平和安静的心态来完成 第一道门 它现在已经对准了第一道门 有差不多四十厘米的空间可以让汽车通过 好的 好的 还好 还好 安全地通过了第一道门 非常漂亮 后边的门会越来越窄 第二道门比第一道门窄了十厘米 张伟必须尽快地进行调整 哇 稳住 稳住 我们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摇摆动作 好的 通过了 第二道门通过了 哇 现在最难的 最难的来了 两米八 这个门的宽度和汽车的空隙 只有二十厘米的差距 也就是差不多两个拳头的距离 不停地在调整 小心 小心 两米八 任何部位不能碰的 不能碰的 两米八 任何部位不能碰的 太棒了 张伟超乎我们的想象 才一次挑战成功 从茶艺师变换成特技车手 张伟今天的表现真的太令人惊叹了 我最紧张的是你在过最后一道门之前 它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对 而且那个车头突然一下歪得很厉害 我还在想坏了 我说它可能不一定能穿过门了 你别说碰到标志杆 可能都是从门外面绕过来 结果它迅速调整回来以后 完美地通过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好轻松啊 对于张伟来讲 并没有 对他的技术很娴熟 是不是这个挑战 对于你来讲 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啊 张伟 一次能把这个挑战成功 我觉得我应该挑战更高的难度 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对我自己抱有很大的信心 刚刚表现不俗的茶艺师张伟 决定再一次挑战自我 三道斩门的宽度 分别被缩小十厘米 依次变为2.9米 2.8米 以及2.7米 每缩斩一厘米 都将要求他 实现更为精准和稳定的驾驭 挑战难度升级 而茶艺师张伟只有一次机会 他会成功吗 我准备好了 挑战 开始 启动了 加油 起步干净利落 对准了第一道门 有一些摇摆 但是张伟不断地在进行调整 三道门一下子都缩窄了10厘米 真的是太难了 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久 第一道门 差不多30厘米的空心 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微微微地晃动 漂亮 第一道门过了 我心里中 那种的挑战不可能 它就是一般常人无法做到的一种事 但是我要超越它 挑战它 每一道门之间的距离并不长 张伟必须尽快地调整 我摆动的幅度有点大 稳住 2米8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呀 哎呀 太可惜了 碰到标志杆了 就差那么一点啊 我看张伟还在继续 还在调整 稳住 最后一道门 和车之间就有10厘米左右的一个空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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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可惜可惜 我觉得当时的状态也是蛮好的 没想到第二次上去以后 根本是操控不了它 把掌声送给我们了不起的挑战者 一下子缩窄了10厘米 这个挑战的压力还是更大一些 所以留一点点遗憾 没关系 至少我们已经见证了之前张伟完美的挑战成功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看看三个评委 对我们这位挑战者和他的挑战项目如何投票 首先要祝贺张伟 真的你怎么开始练习这个车的特技的呢 挺偶然的吧 我这个茶馆的老板 他同时呢在大同也拥有一家家校 想在咱们山西那块成立一个那个中国女子汽车特技队 当时他们训练车是有六个车 一共有12个人 然后偶尔的这个人没到的话 就会影响他们的进展 我说的我也是在茶馆上班的 尽一点心力吧 我试一试 就是说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经常有人缺席的情况下 你就顶上了 对对对 是这么回事吧 你以后还会继续再提升你的技术 还继续练车吗 我已经把它当成生命中的一种部位了吧 我肯定会坚持到底 其实你吸引我的也是你的人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可以说是静如处子动若脱兔 你自己的一次无心插柳 反而让你也更多了一种人生体验 所以我的决定是能 能 谢谢大家 有请张美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从一个茶医师 到今天成为第一个能够完成SUV测两楼破窄门的女车手 我准备了四年 每天训练五到六个小时 列道轮胎都被磨坏了为止 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刻苦 人生就没有不可能